大家好 我是车34的黄若涵 今天我们抢线来看看 智介S7的动态试驾感受 视频开头我先考虑了一个问题 这个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认不认识 可能一点莫名的尴尬 其实这个LUX是豪华的LUX前三个字母 而ED是speed的后几个字母 也就是豪华加运动操控 看得出来产品团队对这台车的一个厚望 于成东在发布会的时候也说了 这台车对标的是保时捷TKAN和特斯拉的Model S 那这两个都是百万级的轿跑 智介S7到底是名副骑士还是特有去名 之前我们的静态体验 大家提前感受了这个黑白熊猫配色的面子 非常好看啊 今天我们来到重庆的汽车公园 给大家场地试驾一下 看看它的里子到底怎么样 我们今天不仅有场地试驾 还有城市的道路试驾 走 我们开车去看一看 我们首先还是来先说说外观哈 虽然之前在静态体验中 我们已经接受的差不多了 但是因为我实在是 太太她太喜欢这个熊猫配色了 所以我还是忍不住再啰嗦几句 我们就要牵到很多家 都是自己家的车啊 辨识度很高 颜值耐看能打 但是实际上 现在好些新能源电车的设计 已经有一丢丢驱铜的感觉了 不过今天这个车辨识度 我觉得是真的高 尤其这个黑白配色 真的是太让我心碎了 一眼看过去 这车就是把华为一贯 极致纯净 简约的美学原则 贯彻到底了的 为什么说是华为的设计原则呢 来看这里哈 黑码 这个标代表了鸿蒙置信 也就是之前的 华为置选车业务 华为说自己不造车 但是鸿蒙置信是目前 华为与车企合作最全面深入的模式 华为会深度的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定义 并将华为原来全国的上千家手机门店 作为销售渠道 我们知道的赛林斯阿奇 瑞江淮北汽 这四家厂商合作的部分车型都加入了鸿蒙置信 比如说问界M7还有今天的质界S7 所以说质界S7的设计风格很华为 都说大嘴心里有个保时捷的梦 这台车的设计就帮它圆了一个梦 有没有觉得这个前连有保时捷TECON的味道 前大灯组造型与问界M9也挺像的 这个灯的照射宽度能达到50米 来到车身的侧面也非常的简洁 没有过多的线条 隐藏着门把手 无边框车门 轻量化的21英寸双五幅式的轮圈 顶配车型是有Brimbo刹车卡钱的 这些S7它定位的是中大型的轿车 长框高分别是4971,1963,1474毫米 轴距是2950毫米 从尺寸上看虽然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因为它有onebox的造型设计 内部空间其实还蛮大的 今天一看这全景天幕可太爽了 足足有2.6平米 从车顶一直延伸到后挡风 高级 而且玻璃用的是100%双层镀银隔热玻璃 紫外线的阻隔率达到99.9% 隔热率达到98.3% 还会额外送阵阳帘 抬头看星空 烈日赶路都不怕 内舱呢也是典型的游艇仓舱设计 设计上的巧思是前跳甲板是纯屏的 这样视野会更通透开阔 副驾驶前方也有个纯屏的地台 可以当做办公台 还可以打开变成化妆台 中空屏15.6寸 搭载的是HOMO4 这也是第一款原生搭载HOMO OS4智能车机的案例 我们操作了一下非常的丝滑流畅 智慧语音助手小翼 接触了华为的盘古大模型 非常的智能 12.3英寸全业绩音表盘很清楚的显示了 你需要的所有信息 不会有任何的视线遮挡 这个橄榄型的运动方案盘 我想重点说说 它非常的小巧啊 女生握在手里 我觉得很有那种掌控感 同时也不是轻飘飘的感觉 操控也非常的灵敏 指向性很强 据说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F1赛车 此外车内整体的雀雨红的内饰主题 也非常的复古和高级 耐看 这个开车窗这里 这个金属按钮 也非常的高级 反正一看这车 就有一种 我很贵 我不便宜的感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重庆的汽车公园 那边有个赛道 全长960米 设有18到20个 不同难度等级的弯道 我们先来看看场地 看看今天智介S7 能不能释放它的速度与激情 我们今天来体验一下 智介S7所搭载的华为图林底帕 我们会在不同的场地下 去感受它的性能操控 以及驾程的一个舒适性 如果舒适和性能都兼得 那就是真的很难得 我们今天场地 它没有这个0百加速的测试 但是官方的数据呢 是3.3秒 今天开出去之后 我觉得这个加速是非常的快的 其实电车加速 大家都不会太差 如果说年轻人对加速有需求了 我觉得智介S7 一点问题都没有 非常的丝滑 一下就出去了 关键是它非常的稳 赛道上这个动态表现非常的优秀 我们多次过那个连续弯道 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推头啊 或者这个甩尾的情况 我觉得通过的还是比较稳的没有一点那个失控的感觉 在绕中中就是在那种过轮的急弯 小的急弯和这种U型的弯道 这台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轻松 其实这都是这个前双叉臂 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设计 让这个侧倾变得少 而且冲击比较小 稳定性很高 再加上一根那个横向的稳定杆 CDC 可变阻尼 减震器以及 致适应空气悬架等豪华车型才有的配置 这应该是国产车里面底盘硬件的天花板了 用料真的是非常的扎实 我们这个是顶配啊 它是有空气悬架的 最让我激动的是 它在高速过那个减震带的震动感 被吸收过滤的非常的好 很厚重很柔韧的感觉 隔音率这真的是没得挑 反馈很舒服 还有制动也非常的舒服 我虽然不能说它是在各种路面都如履贫地 但是作为一台四门的轿跑 它给人的感受真的是超出预期 非常的全能 非常的全面 而做到这些 它这个图林底盘全都是靠这个中控 这是它的大脑 全靠这里来控制它 现在这台车 它还没有升级这个城市的NCA 我们今天就没有体验到这一块 只能感受一下底盘的一个舒适性 就我现在非常期待它快速的升级一下 让我们在重庆这个魔幻的巴黎城市 感受一下它的一个自动驾驶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